六甲福音第十七章 一十 亚索又对文章说 拔刀人的书是免不了的 但那个拔刀人的有才艺 就是中旧无 掉在这个人的暗棍 那路海 也依然依依依这些味噬 一个拔刀 您就坚信 若是你的兄弟得罪你 就坚信 他 他若反悔 就赦免他 摄出他一日七百得罪你 再七百多当说 我反悔 你总就赦免他 五十 书都对主说 救助 够天我们的信心 主说 您若有信心 亲唱一粒刀菜籍 就是对这张生材的手说 您就背起筋 来在地海 他也要听众您 您虽然有罗伯 作孔 还是过游 对餐里到来 就对他说 你快乐吃饭嘛 你不对他说 你跟我一笔 暗中 辣大 来修好我 等我吃喝山 你真糖吃喝嘛 九十 路伯叫所反复的去做 主人要得下伊玛 这样 您做了一切所反复的 只得说 我们是无路应的路伯 做我们所应该做的 领定 十二十 亚初去亚路沙林 经过沙巴尼亚 跟咖喱尼 入一个争来 有十个生太高变的 赌到伊 愤愤站着 大声说 亚初生死 可能我 亚初看到 就对他们说 您去庄生区 获得这些业 饮起的时候 就穿起 其中有一个看到自己已经好 就当回来大声 整个摇摇 又拍到 在亚初的腿前 来感谢他 这个人 是沙巴尼亚人 亚初说 清晰的 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 然后这个外面做人 要不百人 都来整个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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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那些人说 起来 祝你去 你的心 救了你啦 二十十 我离世人 没人看起来 人们在要对你们说 看 在那儿 看 在这儿 你们不可以出去 也不可以对他们 因为 因为人家住第一 降临的记者 千秋四 对天这边 就是 更借到天那边 二五十 总是 他 比较多的大生受很多的疲惑 还让这世代启舍 鸭仔的疾痣专有 鸭仔的疾痣也要这样 那时的人 也吃也喝 也吃也吃 到鸭仔的疾痣 大水狗 中阴 全部都要 二八十 又亲像乐得的疾痣 人又吃喝 又买买 又正做 又起厨 够着地出生得骂的疾痣 就有火 咱丢阳对天降落 中阴全部都要 人家出现现的疾痣也要这样 等疾痣 人在厨顶 起库在厨来 无人就来带 人在乡 也无人就来 您就记得 留地的母 三十三十 既然想要保存生命的 买死路生命 既然失路生命的 买救我生命 我对您说 当欣赏的 两个人在一个层 买出去一个 放入一个 两个乎人人 做火的露 买出去一个 放入一个 门道说 主啊 在什么所在 有这个孙子 也说 solche人 怎么从来 离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